關於家我想問的問題是 其實我小時候就住後面的粉紅色那棟旁邊 放學有時候就會過來黃金 跟姐姐一起 以前有些五元雞 之後可以玩十分鐘超級任天堂的遊戲 我和我合作開的編劇《風柱風》 大家都在深水埗成長 所以大家都習慣將自己最熟悉的環境 在環境生活中觀察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都是創作的一部分 19年的時候我住在深水埗 其實我住得挺近景處 當時還在運動比較激烈的時間 經常會有些衝突在街上發生 我記得一個下午連催淚煙也吹進來我家裡 當時還在照顧孩子 睡著著睡覺 好像完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到 熱壓 有些無力感在 我不想我的小朋友在這種狀態 在這個環境下成長 去到外國生活之後 就會開始覺得家的東西 亦都不是受限於物理的家 我很清楚就是 可能對於香港還有一個家的感覺 因為還有家人在這裡 或者還有朋友在這裡 可能自己從小到大 只有三十多年的時間在這裡 有很多地方你都是很熟悉的 基本上可能對我來說是 即是閉上眼都已經可以走到 所以這種可能也是一種安全感 我覺得安全的意思是 我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 我可以去哪裡 或者我需要什麼 我可以走到哪裡 我可能近這半年 就真的回來了三次 我看到每次 譬如只是說深水埗 都已經有很多不同 可能再過多一段時間 即是可能連物理上 可以留住記憶的一些建築 街道 都可能慢慢消失的時候 應該對這個地方 再沒有任何一些情感 牽引著 其實你明知道 現在和你的關係 它會越來越遠 它是會消逝的 那麼… 是怎樣呢 我唯一可以做的 是否就是記低它呢 記低我和它的關係 即是我自己在做創作 就是在做這件事 關於家 我想問的問題是 是不是在一個地方 花時間 建立足夠的熟識感 和安全感 那裡就是代表家